今天我批大物理系的侄子给我一大蛋糕 我睡着了 他怕我发疯 因为我宣布纪律 谁也不许给我过生日 我拒绝任何蛋糕 他还带了他批大俩同学 把那蛋糕放我门口了 那是我睡觉时候就来的蛋糕 我把老孙哥给我的那个蛋糕 吃了一整天 吃完了 是个巧克力蛋糕 夜里 十一点了 老邓跟他媳妇又给我送了一个 他们夫妇亲自烤制的一个黑森林蛋糕 老邓特讲教 老邓他爸原来是南京军区 大概是情报部的 早退休了 老前辈是我党我军 首批驻苏联东欧的武官 对苏联东欧那套奔首 文革的时候 闭关锁国 周恩来把和罗伯特卡帕一起 采访二战的荷兰摄影师 叫掌赤板的伊温斯 荷兰的小飞人弄到南京军区拍鱼公鱼山 全程配伊温斯的就是老邓他爸 所以老邓四五岁的时候 我是五岁我们家抄家扫地出门 从我现在站的这个地儿被赶到南光房10号去了 直到我北大毕业我们家落实政策才回到这地儿 但是上百间房仅仅还回了十二间 十二间我大白玩 白都让我代表他们住 所以我目前只是住在这儿 就像我的肉身一样按佛教的说法 我的灵魂什么也没有 只要我一死我灵魂就走了 我住的房子我的身体都是我的丑皮囊 昨天老邓开着他的德国宝马 给我送来的这个蛋糕 我认为不是老邓做的 为什么不是老邓做的呢 老邓媳妇跟着一起来的 老邓媳妇是女军医 特别卫生 严格管着老邓 不许老邓吃这个 不许老邓吃那个 就跟陈志健他媳妇似的 喝酒都得拿凉尿的杯凉 老邓有那叫什么糖尿病 你看给我做这大蛋糕 为什么我说不是老邓做的 是老邓他媳妇做的 第一 这蛋糕上边的 大概有 我不记得几个草莓 六个还是十个草莓 我把那草莓都吃了 如果黑森林蛋糕 上边的不该有草莓 为什么这么说呢 黑森林蛋糕啊 是德国蛋糕 这德国人 这德国人是在德国哪发明的呢 我们一说黑森林 黑森林就是指德国西南的那几个州 那几个州 出樱桃 出樱桃 德语我不会说啊 原来我有个女朋友 是奥地利人 维也纳人 啊 叫史瓦子 什么什么什么 史瓦子 就是德国西南的山里人 山里人 抠门 土鳖 他们管那边人 叫史瓦本人 啊 史瓦本那边 出樱桃 所以如果要是真正的黑森林蛋糕 嗯 就得有好多樱桃 啊 不仅表面上摆满了樱桃 里边也是樱桃 按照德国人说 这个黑森林蛋糕 为什么牛逼呢 首先它得酸 酸就是来自樱桃的酸 然后甜 甜是来自这个白色的奶油的甜 嗯 然后醇 醇里边就是有樱桃做的樱桃酒 所以它是附和了各种复杂 味道的嗯 的蛋糕 嗯 位置大概是从德国拔灯拔灯 再往西 再往南 啊 一直到边界 当地的农民 啊 独特勤劳 德国人都特能吃苦 特难干活 因为这边靠西南 就比普鲁士那边暖 所以水果就多 你要是真正在普鲁士那头 啊 那边更穷 都快挨入俄罗斯了 俄罗斯不是叫Russia吗 普鲁士叫Prasia 我这还有老邓 不是老邓 这是那谁 呃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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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 在哪呢 在这 那个 呃 山海经给我做的 就是德国的那个面包 呃 碱水面包 我还没吃完呢 为什么我说没吃完呢 碱水面包 你看 就这个 上边都是大盐粒 碱水面包 也是难得这边的 难得这边出粮食 普鲁士那边粮食都没有 嗯 就跟俄罗斯似的 俄罗斯你看十月革命 列宁成功了 根本没粮食 得怕瓦西利 到瓦西利 到乌克兰去弄粮食 啊 到乌克兰去弄粮食的故事 然后才出现了 鲍尔克查金 鲍尔克查金 尼古拉奥斯特洛斯基 根本就不是俄罗斯人 啊 我刚才 我得找出我那红军帽来 对 嗯 一说这 我都得待上 鲍尔克查金是乌克兰人 啊 是乌克兰人 嗯 乌克兰人 乌克兰那边才出粮食 啊 乌克兰 乌克兰是俄罗斯的粮仓 光靠俄罗斯自己 弄不来那么多粮食 所以才去顿河河渠 地涅博河河渠 到那边去派瓦西里去弄粮食 弄粮食就有了布琼尼 铁木兴哥 弗拉奥斯拉夫 嗯 这些红军去弄粮食 还接着说我这蛋糕 嗯 啊 樱桃 嗯 所以那时候呢 德国穷 山里农民 什么全舍不得扔 这樱桃收下来 当成鲜蛋卖水果 然后把樱桃做成樱桃酱 嗯 把樱桃酱再发酵 就变成樱桃酒 所以 那个德国农夫 十八本的女农民做蛋糕的时候 在这蛋糕中间这白的地儿一定有 有一层樱桃酱 嗯 除了樱桃酱之外 在这表面这巧克力上边 还会放一层樱桃 啊 然后呢 在这个白的奶油上边还会淋升一层樱桃酒 所以我说这玩意不是老邓做的呢 老邓做的 喂 喂 快递我来 我马上出来 我马上出来 马上出来 这是兰州我哥们给我寄来的百合 不沉 不沉就好 哎呀 试吧 怎么试那一包 应该是兰州寄来的百合 每年这会儿 一个是刘继斌 还有一个是老黄 他们俩都是兰州人 兰州就是甘肃 甘肃就是龙上 既得龙夫妄署 这就指了那些贪心的人 像曹兔似的 得龙妄署 他在为何 我就是 得龙妄署 应该是 应该是他跟我说的那一箱百合 接着说我的蛋糕 真正好的黑森林蛋糕 最讲究的 是维也纳的 因为维也纳呀 是奥匈帝国首都 后来即使完蛋了 也是奥匈 也是那个 奥匈叫什么 二元君主国 其实再往早了就是 神圣罗马帝国的首都 那个老皇帝 特别有品味 老皇帝 他们家 七夕公主 是那时候 最有文化的人 我那时候认识一个 一个 不好意思说 我认识一个 奥地利女孩 那女孩特喜欢我 我也挺喜欢她 但是 我这人的朋友多 那女朋友又喜欢吃醋 老吃我醋 他们欧洲有一个人 叫什么来着 我想 那人是作家 音乐家 诗人 叫什么来着 我现在不会说了 一会儿我能想起来 欧洲好多人 其实我老 我对我喜欢欧洲 我不喜欢美帝 所以我在美帝 种不了地 我就到欧洲去云游去了 我觉得我跟欧洲人的 好多思想类似 然后我就去欧洲去了 这个奥地利女朋友 就陪着我玩 租了一个跑车 我也不喜欢跑车 跑车都是特小 小到我都进不去 我哥大 这奥地利女朋友 就穿奥地利服装 我就不露人家脸了 一会儿人家他们恨我 这都是我在奥地利 奥地利那个最著名的蛋糕 叫中央咖啡馆的那蛋糕 嗯 都是奥地利 好多是中国人 拿了人民的钱 跑奥地利 跑维也纳 唱一歌 回来吹牛逼 其实这都是人家 那个歌厅闲着的时候 啊 自己花钱进去拍张就跟拍张照片 到此一楼似的 都是他们骗人 都是装逼 但我不好意思说 我这么底下说 他们还老疯我呢 因为我接了他们的底了 啊 这都是维也纳 嗯 我维也纳的 因为那个时候 我得再生障碍性贫血最严重 嗯 最严重的时候 我差点死了 这个女孩把我接到奥地利去治病 是吧 呃 呃 而另外呢 我有中毒抑郁症 中毒抑郁症呢 呃 战斗机 他治病的是云南昆 叫什么昆明什么医学院 我在那住过一段时间 北京还有个神六 我也去看过 那时候我们单位不承认 抑郁症 不承认精神疾病 直到2008年一场地震 他们震出一百多个 得吃精神什么什么药的人 才承认我这海湾战争经历过 若干死大轰炸的人 精神不正常 嗯 才允许我看病 但是呃 国内看精神病的 确实不行 所以小战斗机 一直要求去日本治病 去美国治病 嗯 呃 我 虽然组织呃 不给我出钱 只出国治病 但是呢 我自己要掏钱的话 他们也没严禁我出国 我这奥地利女朋友 就给我出钱 我就去 奥地利治精神病 为什么奥地利治精神病 奥地利不给弗洛伊德吗 性 所有东西都跟性有关 我去维也纳也跟性有关 这都是维也纳 看不见中国国旗呢 这是金色大厅的那个厕所 嗯 这都是 这就是 奥地利维也纳的中央咖啡馆 你看这老太太 你看这老太太 这孙女 啊 是吧 有过这女朋友也很牛逼吧 嗯 我这个人呢 在这儿 老说实话 招人恨 领导就不愿意我去到单位 但是我在欧洲挺招人喜欢的 嗯 如果我不回来 继续在中央咖啡馆胡吃海塞 我就会变成这老头这样 手里拿着一个遛狗的食 弄着一狗 吃的也像这种大肥猪似的 嗯 这都是 刻度 嗯 奥地利维也纳中央咖啡馆的 黑森林蛋糕 是世界上最牛逼的 嗯 几乎成为黑森林蛋糕里最贵的 里边那咖啡 我记得收十欧元一杯 嗯 你看我吃这个 老邓的这蛋糕 用美国海军的勺 真正吃这个 不该这么吃 怎么电话又来了 喂 你好 我是淘宝客服 您的淘宝账户 有时人接着红包 很快就要失效了 不要 不要 所有的红包全是假的 其中以新浪最著名 你每弄一个红包 它让你下个APP 最后你要想领那钱的时候 你先得交钱 至今我没从新浪弄过一分钱红包 淘宝 红包 我更不信 所以来电让我弄红包都不弄 维也纳中央咖啡馆 不仅这个咖啡著名 更著名的是 它的黑色链蛋糕 但同时最著名是它的间谍 因为维也纳 现在是永久中立国 是和平的 那个地儿 各国间谍都有 再有一个黑色链蛋糕 你看 这个都是巧克力蟹 但实际上 维也纳那黑色链蛋糕 除了这个巧克力蟹 就是巧克力面 墨之外 还有巧克力片 片 我不懂 那叫什么 就薄薄的片 老邓这蛋糕 再次确立了 我认为 老邓的面包 蛋糕 都是他媳妇做的 因为老邓的 媳妇做的 黑色链蛋糕 才会没有樱头